HELLO 大家好,我是Hidy 最近很流行真人實測的影片 所以我打算湊熱,再拍一條 我拍的是什麼題目呢? 就是減肥 減肥有很多種方法 今次我選擇的就是BrainFit這個遊戲 沒錯,我已經買了它一個月 我就不停玩不停玩 就實測一下它的減肥效果 有什麼收成 如果你都想買,你都想買 你觀望著的話 或者你都想知道我用完它之後有什麼效果 記得看下去 首先我講一點關於這款遊戲 BrainFit這款遊戲是用Switch去玩的 是任天堂出的 買的時候就不包含主機 這盒雖然好像很大 但其實它只有一款遊戲 還有一些輔助工具 我們打開它的時候 裡面本身應該是有紙皮 但我應該全部扔掉了 它是有遊戲的本體 然後就有這個環 不包含主機的 手機是我原本本身的 它只有一個這樣環 還有有一條綁在腳的帶 一樣都是不包含主機的 然後就去打怪獸 打大佬 這個就是這遊戲最主要的一些情節 遊戲裡面就總共有23個世界 然後每個世界裡面都有不同的關卡 有些可能只有4-5個關卡 然後玩到後來 我現在去到中間第10個世界 就應該有10多個關卡 那一開始頭2-3天 我可以一天完成一個世界 那我就想 它只有23個世界 那我玩一個月就什麼都玩了 但是呢 你剛才也聽到 我玩了整個月 我現在才去到第10個世界 剛剛開始 所以其實後來 不是一天一個世界 然後我就說一下這個環 它是可以這樣壓的 它不是很輕鬆的 其實你會看到我是要用力才可以把它壓下去 那它裡面的遊戲就有很多情況都需要 你可能要很快速地按它 其實是很辛苦很累的一件事 或者是要向下面 然後這樣去壓縮 或者向上的時候去壓 其實是很累的 然後這個手掣 它在這遊戲裡有一個很厲害的功能 就是如果你把手指弄在這裡 就是你每次完成一個關卡的時候 它可以檢查到你的心跳 那我就說了另外一個輔助工具 那這個呢 就會綁在大腿那裡的 那這兩個裝備它們配合了 就可以檢查到你整個人的動作 簡單介紹完這遊戲 那我就說一下它有什麼優點和缺點 這個遊戲最好的其中一件事 就是可以在家裡也做到運動 不需要收拾外貌 然後衣服又要穿成怎樣 襯什麼衣服 頭髮要窄到漂亮一漂亮 什麼都不用的 烏烏烏烏烏烏就可以去做這件事 我覺得是令到我有這個動力去開機 首先 那其次呢 就是很多人都會問的 不用買這遊戲吧 平時開過Youtube 按一下別人的影片 Kipfit的影片 都會有很多事情去做的 我曾經都試過的 但是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跟我一樣呢 當做到很辛苦 或者很累的時候 我就會停了它 打算停一會 誰知道那個停就 沒有再restart 我就會直接關掉它 不行了很累了 今天夠了 就完了一件事 是沒有動力去做 可能十多分鐘而已 但是我真的堅持不了 但是呢 玩這遊戲就不同了 它是打怪獸的 你中間是會有那個動力 真的很辛苦 真的很累的 但是呢 已經打到它一半命了 唉不如打下去吧 那你就會 唉 擠起心肝 做那些運動下去了 還有呢 它可以選擇不同類型的運動 例如有些專門是做腹部的 有些專門是做手的 有些是瑜伽的姿勢 或者專門做腳的東西 就是你可以一直交替不同的難度 就有得自己這樣協調 我覺得是一件非常非常好的事 第三點呢 就是我人生這麼大的女兒 都沒有試過出那麼多汗 在短時間之內 真的可能做十五分鐘 我是大豆大豆的汗 好像一條河流出來 我是看著自己滴滴滴滴滴滴在地上 我人生真的沒有試過出汗出到這樣 真的好像整個人排了很多毒 排了很多水 第四點呢 就是它可以因應你不同的年紀 你的practice 去調教不同的難度 就是你玩和我玩呢 那個難度是不一樣的 而且它每一兩天都會問你 你想繼續這個難度 還是你想再高一點 多一點挑戰 還是你覺得夠了 我想低一點 沒那麼辛苦的話 你也可以去選擇 不是說一開始你設定了什麼難度 它就整個世都是這樣 我覺得它的 充滿力度都很高 我再說一個優點 就是它會有熱身運動 和完事之後 會有拉筋的動作 每一天你開遊戲去玩的時候 它都會問你做不做熱身運動 你可以選擇做不做 30天以來所有的動作都是一樣的 熱身運動是沒有變的 完了那一天 它就會問你做不做一些拉筋的動作 它就會因應你那天玩了什麼 有哪一部分它覺得是著重的 就會去拉那邊的筋 我覺得這件事都蠻好 和蠻貼心的 說完優點 當然要說完缺點 這遊戲有一個非常致命的缺點 就是它很花時間 每一天我由開機到關機 其實是大約一小時 中間用了 但是你很濃烈地做運動的時間 只有半小時左右 其他時間你在做什麼呢 就是可能做一下熱身 可能做一下拉筋 或者是有些周邊的東西 你要教一下選一下關 或者你要做一下果汁給自己打架的時候 有些什麼能量 所以這件事延伸到下一個缺點 就是你每一次玩 雖然你玩了整個小時 即是你花了整個小時去這遊戲 但是你消耗的卡路里 真的不高的 每一天我消耗的卡路里 才只有九十幾八十幾 很少過一百的 我以為會比較多 因為整個人是流汗 很大聲的 誰知原來比想像中消耗得更加少 缺點其實我只想到這兩個 所以總括而言 它的優點是比缺點大 而一種運動遊戲 而一種keep fit game 我覺得它的趣味性是非常不錯的 它令到我得起心 每一天這樣做 是一件挺成功的事 其實我沒有做足30天 我是星期一至五每一天都去做 然後星期六天就會休息 然後一至五又繼續去做 那好吧 我們要說成果了 大家應該最著緊 最好奇就是這件事 嗯 我可以告訴大家 我一磅都沒有磅過 所以我沒有前後對比 我真的磅下去是沒有加減 唉 我這個實測是成功還是失敗 總之我就真人實測了給大家看 明明我平時不動的時候 我磅數量是這樣 我每一天這樣動一個小時 我磅數量是這樣 我都不明白為什麼 我是用回自己正常食量 去測試 加了一款遊戲 是會有什麼效果的 是沒有效果的 所以呢 如果你是很大期望 上網看到很多人 每天做25分鐘 然後磅了多少磅 那些 千萬不要相信 大家看片都會看得出 究竟我有沒有磅到的 或者有時候你會覺得我肥了 會有一點點 這件事不關遊戲的 可能是我快要磅到 經期來的時候 就會肥一點 腫一點 脹一點 然後磅到完 會燒一點 這件事 但我不可以怪責它 我覺得我肥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就是我過去這半年 是喝多了很多酒 所以 我打算接下來 試試真人實測 另一件事 肥了就一定要減 但是 用什麼方法去減 大家可以投一投票 我想試試 戒酒 30天 或者是 吃少一點 30天 我就繼續做減肥的真人實測 給大家看 投票投票 可以留言告訴我 今天這個分享會 就來到這裡 如果你也喜歡今天這條影片 或者上網多些 做一些真人實測的影片的話 記得給個like 和subscribe 我每個星期都上載兩條影片 逢是綠眼衣 逢是二日的眼睛 十一點 那我們下條影片再見 拜拜